2191平方公里的大地 187万人 在37个区乐业安居 持续低调踏实的谱写奇迹 2010年底台湾五都成型 台南跨越了经济或人口的诉求 唯一以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首都为名 升格为直辖市 五城新都再起新叶 我在这里生活感觉相较的地方是什么 在台南很温暖 台南人对台来这些人客 都会接近来帮助 把他们当作是自己家里来的 最强烈的关怀 让人会感觉说 这是一个真沉默的地方 曾经是台湾将近三百年的政治与经济中心 有全台湾最高的日照率 有全台规模最大的阳光社区 这样的环境氛围也深深影响台南人的性格 以及新台南的市政特色 一个阳光的 温暖的 深远的城市 无论是近代文明或是远古文化 台南都在台湾时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因为这里有很多重要的考古遗迹 台南的文史风气又非常兴盛 在这方面 台南也积极地争取 而配合许多重要的博物馆 在这边成立 台南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生活的地方 也是非常好的地方 台南出土了许多远古生物 和台湾最早的人类作证人 横跨4500年的史前文化 从大奔坑到西拉雅 这里丰富的考古文物琳琅满目 而历史时代的台南 一开始就接轨了大航海时代的世界 也因为历经荷兰 民政 清朝 日本 和国民政府等等政权 而留下珍贵丰厚的文化遗产 所以国家级的台湾文学馆 和台湾历史博物馆都在台南 这些都有市政上相当的配合和规划 台南在打造文化首都上的用心 很容易就被感觉得到 其实台湾这个名字的起源 就是从台南开始的 我很开心能来这里做台南人 多元的历史文化兼容并续 国定古迹将近全国四分之一 台南古都名符其实 作为曾经跨越多个朝大的首府 台南在全台的政 经 文 义等各领域 洞见观瞻 而这里也是台湾许多信仰的源头 历史场景 文化生活 在台南俯视即逝 也造就台南成为人文特质上 一个阳光的 温暖的 深远的城市 古城新都 新台南的市政 也是阳光的政治 让台南成为安全而温暖的城市 他给我的感觉是说 市政府就是台南最大的服务业 为了做好服务 透过培训课程来培养在地联财 强化公务员的职能 提升机关的竞争力 它是借重学校的学术环境和资源设备 还有好的师资 让公务员有求知的氛围 和良好清新的学习环境 它不是花几年几亿去建训练机构 是用最少经费 最快适度来建制公务能力发展中心 又节省了每年几百万的营运费用 台南这样的大学生计划 是全国所创的 进驻我们校园来进行厂关协合作 一起打造培训优秀的公务人力的信念环境 用专专业培训来提升市职 学界 市府 还有市民 市山营的局面 我们当然全力支持这个崭新的市政工作 另外台南也有全国首创 除别七掌培训制度 把好的人才留在台南 我们也观察到它的知其轮调制度 能够借以磨练公务人员的能力 也能够达到环壁的效果 我觉得台南的特色就是阳关 也就是青年和创新 像这样许多的费地累积起来 就会变成the best 来实现一个公益而温暖的生活环境 古城新都 新台南的产业 也有阳光般的环境 让台南成为吸引大家来投资的就业城市 人家说吃饭红地大 我想台南市也特别注重这一点吧 所以我们也一直以台南为根据地 促进人才回乡 来和我们一起打拼 从很多方面我们都感觉得到 我们的家乡确实有改变得更好 台南市投注了不少努力在改变产业环境 对台南我们当然是更有感情 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繁荣经济 促进就业 台南有全国手上的中小企业服务团 而且也经历一个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制度 也成立了招商投资服务中心 台南已经没和很多家 全球第一大的企业回乡投资 台南真的越来越赞 我觉得台南很注重经济 有很多的就业机会 也一直在办很多的就业博览会 37个区都有就业服务台 台南也很快就设置劳动安全基金 来确保劳工安全 真的是有一种踏实的感觉说 有人听你 会搬过来当然是因为工作上有可以发挥的舞台 那台南其实在传统和高科技的产业都非常具规模 有69个工业区 我知道它还在加速成立所谓的会展中心 或者是向发展时尚产业 去结合文化和流行 我是觉得蛮期待的 因为台南原本就很有在地特色 更有文化 那这些也是在工作以外 我们会想搬来台南住的原因 在台南生活非常舒适 而且这样小孩子也能够有个好的养成环境 古城新都 有洒满阳光的农业环境 新台南走向一条新农业 新农村新农人之路 我们是一群从农村出发的艺术工作者 公司就是应该要开在台南的乡村 因为我们可以享受台南温暖的太阳 以及感受泥土的温度 农山 农山 咖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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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部分 他很用心在帮我们营造产业的文化 然后也很关心如何去共构一套完整的产销机制 我们会感觉说 有人在藏咖道学厅 住在台南是这么幸福的事情 我们当然要更刘抬南 譬如 因為我們生產順暢 所以我們現在台南的順暢 幾乎都變成紅金的順暢 可能比客人來上班更好 我們政府現在另外一方便 提出了總共的一些辦法 來利用我們雄近的一些農地 提供我們少年回國後來政產 這麼好我們當然要留在高雄 機會這麼多 這裡有要愛的生活 有要愛的一生好 農業其實也可以很科技 我們這裡國家級的蘭花生技園區 即將要邁入第五期的二代園區了 進一步會帶入文化創意的部分 每年這裡的台灣國際蘭掌 會吸引很多國際接單 台南蘭花大概佔全國的四成 是台灣蘭花的故鄉 向近南來全球經濟衰退 但是台灣蘭花外銷金額還是持續的上揚 例如蝴蝶蘭去年還比前年成長了20% 是少數在經濟維持中持續成長的產業 古城新都 充滿陽光的台南 也啟動關於安全和溫暖的旗艦型計劃 我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從台北搬來這裡生活 我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想安全是生活的基本需求 那台南有一個安全大潭計劃 在優先進行治安 醫療 道路跟水利的部分 那這幾年台灣天災真的不少 那現在我們都很注意安全方面的資訊 我知道我們台南目前已經建了26個抽水站 還有170步的移動式抽水機 和10個水晴影像的監控點 整個指揮決測系統就更健全了 這樣子加速水利建設 才能讓我們免於淹水之苦 我是因為工作從台中搬來這裡 我知道台南在深隔20天內 就啟動了入瓶專案 要給市民安全的道路 台南還制定了自治條例 嚴格的規定施工規範 交通的便利 生活的安全 我覺得有照顧到基本的需求 就是一種體貼 台南的治安滿意度都是五度第一 搬來以後呢 我越來越有感覺 溫學家所描述的那樣 台南是一個溫柔敦厚的城市 因為我回到這裡有幫助 很多人尤其會會來這裡 來這裡看到我的動作 我會跟他講過這裡 對你 他就疼人 嚇得疼人 聽到給他 沒有辦法 他沒有聽你 感覺他會跟他合作 他會跟他合作 大雙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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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去已經 把患者都動作是親人 這樣來照顧 對著家鄉 來心付出 我知道 因為我就是他自小 所大大小的小孩 我是特別有感覺到 台南的醫療 或是說照顧到 落實的方面的用心 我想這個 他們都是醫生出身 才特別對著 醫療加這個部分的用心 台南特別強調於 醫療安全 社會福利 和照顧弱勢 他有一個具體的 溫暖大台南計劃 就像防治登革了 現在都有控制的疫情 沒有像以前 四年一次 就來個大流行 還有像是我們的行動醫院 老人免費裝設假牙 以及免費接種流感 和肺炼疫苗上面 在台南升格第一年 就都很快實現了 這裡有人性的光芒 和溫暖的愛 我發現台南對老人很友善 有很多照顧老人的辦法 例如說 有很多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有地地板的公車 有樂林學習中心 我覺得我們台南人 對土地 對人 特有感情 我喜歡在這裡生活 古城新都 充滿陽光的台南 創造了新生的喜悅 為孩子裝上 飛向夢想的翅膀 我們台南很關心 小孩子換教育 很關心什麼樣 讓我們有幸福的生活 一般英文來電學學院青蔥師高優 蔥仔 我很贊同我們台南 有基本的常態分班 還有發展在地的特色 有關懷孩子視性發展 像先進國家那樣 鼓勵行行出狀元 台南發展了一些特色小學 同時也很鼓勵一些學校 繼續它本來的傳統特色 台南沿海的養殖業 產值非常豐富 很多家長呢 都從事 絲木魚 文革 白蝦的養殖 我們讓孩子接觸社區的智慧 去發展水上的技能 像是游泳 滑獨木舟 同時呢 也可以給我們孩子 在學科上發展的機會 台南市非常重視閱讀教育 目前在推動學校圖書館環境升級 同時也結合 非讀不可的電視讀書會 有一個整體的書香大台南計畫 我們學校有一個專屬的教學體驗區 可以滑獨木舟 釣魚 很多人會利用假日到我們學校一遊 那我們同時也是教育部 透社學校之一 目前呢 已經累積有兩千多人的參觀人數 歡迎大家有空 到此一遊 古城新都 陽光的台南 文化的首都 滋養著創意城市的走向 地區 地區 加起來總共就有22處的國定古蹟 還有109處的市定古蹟 除此之外呢 還有國立台灣文學館 有台灣歷史博物館 還有台灣史前文化館的 這個南科考古館 那甚至還有過去台南縣設的菜料化石館 那此外呢 還有詩人興辦的這個奇美博物館 那此外還有很多地方 很有特色的地方文化館 那種種的這些文化歷史的這些空間 提供了我們很豐富的歷史文化學習的一個地方 那在整個台灣二十幾個縣市 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少有的一個地區 台南藝術節是一個文化首都 它跟藝術結合的一個例子 聘請了一些國際間又知名的團體 還有呢 邀請了台灣的還有我們台南的 再立的一些優秀的藝文團隊來一起合演 又跟那個古蹟結合呢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台藝術節的一場演出 所以說台南在打造友善的藝文之都 胡植在地一文團體 然後文化下鄉舉辦各種的 把文藝節慶上的大有進展 從文化古都到文化首都 台南用行動來創造價值 台南一直持續維修 國畫古蹟和歷史建築 賦予他們新生命 讓他們來說台南人的故事 說故事的方式 可以讓人了解深層的文化內涵 像台南的信仰和民俗活動最多最活躍 一年超過一千五百多萬人次 所以台南會透過文化包裝 配合進行科宜禮書和每個月的點章文獻 讓鄉客變遊客 帶動觀光 這樣可以結合伴手禮和周邊的景點 讓整個行程和觀光產生更豐富 在台南生活真的是非常美好 陽光下的台南是樂活的原地 悠然的生活形成魅力城鄉觀光樂園 我們台南市有三個國家集的風景區 我們剛才國際集的高地園集的生態師弟 萬幾公圈一片這麼大片 當然也有我們全台灣 相當多的米其林的觀光路線 所以我們台南市已經有幾個三條 主要還有很深度漫遊的觀光路線 有古都歷史散步 也有安平老街的深度之旅 還有我們西濱宗教 叫我們產業漁言 這個可以比較深入的巡礼 在滾了當中 換到我們鄉客 就在我們爸爸的魚雲那裡 不然我們將魚雲的教 都要給他轉型 轉型的民宿 產業轉型 因為這棵車 早期的魚雲的生活 叫我們民宿都可以做一個結合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台南市場 有夠讚 因為這個環境真是漂亮的 有夠好 在台南市場上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在台南市場上 我曉得 我從三十四次來 我來這裡 和我住在這裡 Places where you really can learn about history but also, Taiwan has, of course, the best fruit of Taiwan Tainan has the best fruit you can always go to the local market and buy your fruit it's really nice to travel around and when you go to the low mountains it's coffee shops everywhere Tainan is producing Viktor Han the Aryan 我們在台南在推動我們在地理由 帶動我們在地經濟的發展 若是可以將我們高雄的主委 加上我們早前的生活的地位 做社會的結合 一定可以變成我們在地很特殊的地勢 我們在地回到台南生活 是一個很幸福的事情 阿姆 你說對嗎 對 很多地方吃東西都有它的習慣 像我們台南人吃東西 快吃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像我們在比賽有好的成績 也是因為平常生活在台南的 一些文化和習慣來養成的 像我們台南市最近在煮美食一樣 它都會把美食的一些立宿跟文化做一個結合 讓這些東西吃起來會繼續進去 好不然你喝看看喔 第二是一個很漂亮的詩詞 對於這個詩詞的人 在最喜歡的世子 也很用心和感求 尤其對付的這件事 我們都是用最喜歡的態度 來表達我們的心味 所以舊金山記事報的主篇 也跟你說 這個詩詞的人 真是要享受詩詞